桃園市長張善政與市議員吳家和陳偉業 裝扮成了俯禄獸三鮮的造型 造訪中立樂林學習中心 參加領航大學開學典禮 祝福學員們快樂學習 創造美好的第二人生 接下來我們希望打給大家 心碧眼草 頭戴巫紗帽身穿龍袍 你以為是哪個古代人穿越時空了嗎 原來是桃園市長張善政 Cosplay成俯神的造型 張善政、吳家和陳偉業 聯手扮演俯禄獸三鮮 為中立樂林學習中心新學期 獻上滿滿的祝福 有各種各樣 適合我們身心發展的課 我們很高興說 我們長輩們活到老學到老 在這個時候 能夠積極的參加我們的這些課程 希望他們在這些課程裡面 有豐富的收穫 然後讓他們的人生更為豐富 南花色彩斑斓 一盆盆陳列在桌上 這是樂活園藝般細心照料的作品 老師希望學員們能透過園藝的精神 友善對待環境 呼應退休生活 也能有更優質的生活體驗 教育我們的學員 也讓樂林人感覺到說隨著我們的年齡 會增長 那我們跟環境的關係 而且就是我們適應環境的能力 也在下降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用友善的方式 對待植物的方式 以來對待我們未來 樂林以後的這個我們講的續命 就是退休之後的生活 可以有更優質的環境跟生活態度 我們也知道生命的成長和消退 會很安然的接受說我們的熟齡生活 充實了我們的黃昏的時光 靜歌熱舞炒熱現場氣氛 學員們整齊畫一的舞步 帶動台下長輩們一起同樂 中立樂林學習中心 這學期開設140個班次 目前報名人數達到4000餘人 豐富多元的課程 讓長輩可以終身學習 學習成果還能回饋社會 展現樂活的精神